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前我提到说民调现在越来越不准 所以结构性的偏差 其实我今年做了一个功课 大家知道我常讲那个叫做 精准预测那本书的作者 他说把选举投票前100天的公正的民调 大概准确度高到97% 在美国了 一年前的准确度高达92%左右了 这本书我一直放着 我试图收集资料在看台湾的选举 是不是如这样 我也去看一些朋友给我的一些学术机构的 不对外公布的民调 我大概认为结构应该不会差太多 以目前的方式来看 但还是尊重以致性性的看法 最后来看一看台湾的民调 是不是在结构性上的偏差 包括是不是要用手机的民调 点点点等等 都是以后历次选举做民调调 一个更重要的一个参考方式 我回到这个时期这边 这个小新闻 今天看似不大 但是有一些国民党内部的一些 小茶壶的联谊 在那边飘了 昨天大概 这昨天吧 张善政报韩国瑜选总统的原因 是说当市长没有 要什么没什么 所以这个市长 内库说 就那个国民党中央在内裤 要穿西米楼 比较好看 他说韩国瑜在高雄 继续当市长 要什么没什么 很多事情都要中央配合 所以韩只好去选总统 等掌握中央政权后 可以帮高雄市的继任市长 把事情一样样做起来 这就是韩真正要选总统的原因 他选了当了总统 还可以堪行继任市长 所以高雄市长没什么事情都要做 侯友宜你选市长干嘛 韩国瑜称不得已选总统 朱立伦九个字回应他 国民党朱立伦到高雄府选市 被问及韩国瑜得民调得志川看法 朱立伦刚刚回来 降火气比较健康 但被问到朱韩长把 不得已才出来选总统挂嘴边 朱立伦则回应 我也是不得已不能选 我也是不得已不能选 政治人物不就处理几件事情 第一个来不及的事情 政治没有等到你好 你再去处理永远是来不及 第二个政治不是要处理什么 不得已的事情 每件事情如我愿 我弟弟都可以当总统 对不对 那么简单的事情 不就来不及跟不得已吗 朱市长相对的在这件事情上 比韩市长有智慧多了 施琪您有看 我不知道韩国瑜最近的打法 到底是什么样子的逻辑 就是怎么这么的委屈 又回到了当初他选总统这件事情 我是不得已的被逼的 我觉得这个比较难说服人 当初你的态度跟现在的态度 其实不太一样 而且现在都只剩下40天的时间了 有一点在灭自己威风的感觉 我也是不得已的 我也是很委屈 就是把自己的气势给消掉了 在拖延所谓黄金垃圾时间 已经在提前做敗战处理 有人是这样解释 有点在找原因找理由 或许这样也对韩市长比较苛刻 但你觉得有没有这种成分 我觉得有那个味道 因为通常不会在选前这么短的时间之内 还要灭自己威风的 通常这种时候都要不断的鼓舞士气 告诉政治者说我很强 你们跟着我走就对了 你总是要把那个事给造起来 那所以他现在都在反操作 比如说我也是不得已的 我也是超委屈的 这样弱弱的感觉好像也很合理 然后我们大家接到民调 通通都不要回答 你知道尽管蔡英文的民调是领先的 诸多民调都领先幅度非常大 80份民调了吧都领先了 蔡英文是怎么看待民调这件事情的 他其实看到其中哪一份的差距是小的 他会去要求说 那你们把这个资料拿给我看 我要知道为什么原因 这份民调比较小 他领先这么多的人 他都是用这种态度在看民调 他比其他的那些幕僚都还谨慎 那为什么韩国瑜可以这样 我不懂啊 反正都假的都假的 然后我觉得他有点像我们小时候的小学生 我听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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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听不到好像是就没有这件事情存在 但是这件事情依然存在 你的民调的确看起来是落后的 所以这不是一个成熟的大人处理事情的方法 更何况你是要一个 是一个要选总统的大人 那他这样子做的连带效果 真的会害死国民党的区域立委的选举 因为现在在 因为总统跟立委选举 百分之两百是联动 有联动的 绝对联动 所以他会使得在区域立委当中 五五波的选区 国民党会完蛋 五五波甚至于小赢目前 国民党目前是小赢一点的区域 都会完蛋 你都会输 为什么 是因为你们自己先示弱了 你会使得支持者根本没有气势 觉得啊 戏啊 我们这个民调出来 如果后太多差距太大 你会使得这个总统跟立委一起输 然后有可能会帮助了亲民党 这是真的觉得 搞不好到最后 创下说了 宋楚瑜变第二名 对 要选到最后 如果宋楚瑜变第二名 老宋选成第二名 对那你不是国民党不是 不是完完了吗 所以韩国瑜这一招 我真心觉得对国民党来说 真糟透了 你不可以这个样子 完全不顾大局 你好歹也要帮立委候选人想一下 这真的帮别人想一想 你说乌鲁坡的激烈交战区 他们怎么办 或是小赢小输的都会影响 对不能这样子 我昨天E2的新闻公布了一个民调 本来是做蔡总统跟韩市长的两组对战组 比较有趣是把宋楚瑜宋省长跟余湘放进去 变成沙咖多一些 我们来看选票流动 来看政党景象部分 我们看泛兰的选民里面 泛兰选民投给蔡英文的3.6 本来就很少 我现在讲泛兰前面还叫国民党 国民党当然是比较 像国民党选民就2.0投给蔡总统 89%是投给韩国瑜 我们来看相对泛兰的广义 政治光谱色彩更扩大你 我自认是泛兰选民的部分 投给蔡总统3.6 本来就是嘛 你是民进党的 本来在他现在变成37 原来在两人对战组合的时候 泛兰群众是58.5%投给韩国瑜 加入宋楚瑜之后调到37 那认为是泛兰选民的 在加入宋楚瑜的选项之后 49.4%接近一半数的人投给宋省长 也就是说宋省长的加入选局 对韩国瑜至少在像泛兰族群 中间选民这个政党 都产生结构性的板块移动 你在这个时候还有风凉话讲说 回答民调 一律回答支持蔡英文 那如果结果是蔡英文高票挺上第一 宋省长变成第二名 这个结果你有没有想过 不好意思不负责任到恩典 我们做这个节目 对蓝绿我们尽量公平 大家来讲个道理 国民党有很多优秀的从政同志 你这样摸是对不对 没人去咔咔咔咔咔 你是欠了不 很奇怪 来30秒钟给李信兄做个小结论 民调的这个事情 有结构性的偏差是大家知道的 那现在这个总统候选人的民调 跟各地区域立委 甚至政党的民调 也不能够直接画上等号 认为他的效应会一致的来看待 所以我认为 今天民调是冷的 人心是热的 这才回到选举的时候 你要投票的时候 你要思考的是 你是不是这个人 你认为他所带来国家的方向 是不是你要的方向 而不是这个人民调高不高 这个民调低不低 所以其实今天这样的一个说法 其实让我们回归 认真的来思考 手上这张选票的价值 所以我相信 如果我们只思考这个价值 其实民调高低 其实不重要 选出来的才是 是不是你要的未来 才是最重要的 我想乙信兄还是回答一个很根本的问题 是说不能看民调去投票 那永远就是西瓜效应的那个盲目的跟随者 我完全赞成乙信兄这方面的说法 来 秦宏兄30秒 结论来 不好意思 一样 因为民调是在过程里面测量民意支持的一个社会调查工具 一个尺度 对啦 那我是觉得说也算是平常心要谨慎以待 我说即使是参与总统有比较稳定的领先 我们都不敢调 那我也补充一下 乙信兄讲的其实每一个政党都一样 像我们你从来没有看过说 我们告诉你我民进党内部民调是什么 那来做操作 不会啊 没有人这样子的 那只是我们不太理解 还是不太理解韩总统候选人 这样做有没有考虑到 这个国民党的候选人同志 以及未来不分区的影响 不过我们是无所谓 也希望国民党主席也可以跟进 那您同意目前这个韩市长选总统 有人说是选比较假的 真的是已经在拼党主席 我昨天开一个玩笑说 选举怠惰是有诈领选局补助款的嫌疑 人心很热大家都知道 其实还是有不少的韩粉很支持韩市长 不过李信雄很可行 那不是你的天下 因为未来就是韩市长绑着韩粉 转进党中央 选后可能就是一番新风旋律 OK来 实习30秒钟 3秒结论 我觉得不要这样子 一杆子打翻所有的媒体 不会所有的媒体都是假的 那你其实对于这些 长期专业做民调的 譬如说戴利安美丽岛的 然后你也对你的支持者望中的民调 我觉得都是一种不尊重 你何必要不断的惹大家 然后把原本的朋友都全部都打成敌人的 我相信忠实一定不会刻意的害你 是 OK 我今天的结语有点被韩国瑜传染 这我最近看一部电影国片叫爱 他说缺乏爱的能力比缺乏性的能力更加的悲哀 努力一起爱台湾吧 我是一篇云天空室 我叫任正信 下礼拜一同一时间云端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